第七届国际超模范儿新秀风尚大赛美国战出赛 日前是在南加州工业市举行 有请74号选手A纪文今年10岁 第七届国际超模范儿新秀风尚大赛的美国主办方 是M3 GMK模特传媒学院 M3 Model以及联合主办方Kappa Prisons 每次出赛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参赛选手分别是幼儿组和少儿组 幼儿组为4-6岁 少儿组是7-9岁 下半场参赛选手是少年组和风尚组 少年组为10-14岁 风尚组是35岁以上 他们分别为大家展示了时尚装 礼服和大赛logo服装 期待和筹备已久的诺杉矶赛区 和第七届国际超模范儿新秀风尚大赛 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在这儿我还是要谢谢中国超模范儿主办方 还有我们各界的支持我们活动的人 还有我们的联合主办方KP Presents 还有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跟家长们 中国体育舞蹈之王李天祥老师 霍腰担任本次大赛的总顾问 其他中奖级评委包括著名品牌首席设计师 王亚娟 明星超模Suzanne Vujek 中国十大模特洛杉矶环球小姐巡回赛季军Frenny Alphura LA Talk Radio主持人Jessica Rodriguez 帮助于首席模特全球亚裔小姐选美冠军陶思汗等 这次比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也得到了清澄一美 MD-SAN和Sandy Design等单位的支持 6月第七季国际超模范儿新秀风尚大赛 美国战将迎来决赛 富豪卫视唐子如 罗杉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